不再讓你過誕阿沙陪你娛樂半小人間 Never wanna let you go Stay Tern on YouTube Channel Smart Travel Hello 大家好 旺室 即是室那的室究竟是誰 我特意改這個名字 梅根和王子哈里離開後 這位是Kate的叔叔 他現在再次回到電台 因為他父母已經禁聲了 凱特王妃的父母禁聲 但這位是Kate的叔叔 這位58歲的商人 亦說了一些皇室的爆料 早前他去了一個blogger說 一舉動就眾多皇室粉絲 覺得很驚訝 他跟他的朋友在交談之中 表達對哈里備受愛戴這個看法 他說當凱特和威廉和哈里 三人一起的時候 相處得非常舒服 多年來 他跟他的侄女 他叫做嘉莉 嘉莉 嘉莉和嘉莉叔叔 他和嫉女海特的聯繫非常密切 兩個人之間的裙帶關係 也很老固 在九一年的時候 嘉莉首次在婚禮上擔任伴娘 即是叔叔結婚的時候 凱特做伴娘 展示了他們有多親 但現在稱讚凱特 人們引起了關注 並且說他不會做出傷害王子的舉動 在2024年初 哈里遲去皇室 即是已經離開了一段時間 但不夠兩年 現在不久之後 他帶著一個阿奇 阿奇王子 前往外國開始新的生活 自從離開了皇室之後 哈里和梅根 一直對於皇室有各種批評 尤其是透過哈里的爆炸性回憶錄 Spaire在同一個Netflix發布的紀錄片之中 儘管之前梅根是怎樣形容皇室相處受到家庭的虐待 他就不用虐待這個字 他就說美妙的 特別是凱特王妃覺得非常溫暖 身為皇室成員 梅根也經歷過不愉快的經歷 現在他們全家和一個四歲阿奇 還有兩歲的Liebeth 住在加州的蒙特西托那裡的 然後他也繼續爆炸 覺得很尷尬說了迫宮的玄機 皇室人們覺得磨極花生還有 先前凱特因為病入住了醫院 緊涉爆出威廉王子和情人Rose的緋聞 更傳言凱特被小三捅傷了 進了醫院 一時之間流言四起 真是撲朔迷你 一連串事件背後 到底有甚麼不可告人的秘密 首先就是令我們的目光聚焦在凱特住院的事件上 根據皇室的官方消息稱 凱特是因為腹部手術才入住醫院 但奇怪的是 對於具體是甚麼病 皇室的成員一句都沒有說 反而威廉王子對於病情公佈很含糊 不禁令人想起發生疑問 當中有甚麼隱瞞 外界對眾說紛紛 甚麼子宮病變、黑龍事症、整容手術 甚至被小三捅傷 成為熱門的猜測話題 尤其是不可言語的病的說法 更引人下想連篇 難道這個凱特真的有些不見得光的隱患嗎? 同時威廉和她的情人Rose的緋聞也炒得揮揮揮揮揮揮揮 面對著鋪天蓋地人的質疑 威廉不聞不聞 連自己教父的喪禮也沒有去參加 這種態度難免令人覺得欲蓋離張 更可憐的是在這個事件中 突然之間凱特父母公司有爆出欠下260萬英鎊巨債 緊接查理斯的唐妹夫離奇死亡、死因成迷 種種的跡象顯示 絕對不是偶然,是當中必有QK的 皇室接下來的舉動更加耐人尋味 他們不僅取消了凱特王妃的頭涵 並奪取了公務的職責 由她的孫女Princess Beatrice去接任 這一連串的動作難免覺得不僅是凱特生病的所在 另外亦說皇室內部只想要一個驚心動魄的權力博弈 另外令人更疑惑的是 作為查理斯的妻子卡米拉對於凱特的事件始終保持沉默 為何她又不出聲呢? 真是對凱特的遭遇不關心或背後另有隱情呢? 這個眾說昏雲之際 她的舅舅忽然宣佈參加真人秀 幾乎同一時間皇室對外公布凱特沒有大礙 預計在付會節服出 緊接著凱特出門的照片被人拍到 種種的痕跡顯示其中一定有些古怪的 有人就揣測了凱特的舅舅參加了這個真人秀 其實是不是凱特幕後操縱的結果呢? 為了逼供皇室 而凱特正所謂他落了血本 連叔叔也要搬出籌碼出來 如果是真的話 即是凱特的機心和手段也不用發視 事實上類似公鬥的故事在歷史上從來不可見 身為皇室成員想要生存下去 沒辦法不玩權謀鬥師 凱特能夠在這場風波之中全身而退 背後想必付出難以想像的努力 當年戴安娜王妃在查理斯婚姻中飽受之傲 面對丈夫的冷落和出軌 她選擇以自己的方式抗衡 最終她香蕭玉環 就贏了民眾的同情和愛戴 還有歷史上淫侯 王后的侯淫 伊莎貝拉為了對抗丈夫愛德華二世 不惜憂隱權神 最終將國王趕下台 一個男尊女卑的年代 女性想要掌控自己的命運 只能靠機心和手腕 反而這個凱特雖然身處逆境 但顯然比前輩更加幸運 她家人的支持有輿論同情 更加有自己的頭腦和勇氣 只要她能夠持續下去 相信能夠衝破重重障障礙 贏得自己是幸福的 當然這一切都只是傳冊 真相到底是怎樣 需要時間去證明 但無論結果是怎樣 凱特的遭遇給了大家一個警示 這個充滿計算的世界裏 想要生存下去 必須要學會保護自己 勇敢地爭取屬於自己的尊嚴和權利 讓我們衷心地祝福凱特 希望她度過難關 重新展現笑容 同時亦都希望王室能夠在這個風波之中吸水教訓 更加開朗更加人性化的方式去經營這個古老的王朝 畢竟這個人人平等的年代再強大的統治 亦都經不起民意的挑戰 Ladies and gentlemen 好嗎 行不行 現在王室仍著自己 仍有個權勢在這裡 控制了傳媒 但是她分裂了民意的群情洶湧 在不斷地 越難越禁越爆 好 英國的傳媒也發放他們的威力 也有三個替身那麼多 如果你第一次進來看的話 你就可以繼續追蹤 並且把這個播放清單放進袋裡 不停地loop 各出其謀 多謝阿阿阿阿阿 好 我們先繼續 Thank you 好 我就去下一條影片 我剛剛收到阿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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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我覺得是很奇怪的 其實我覺得我剛才那段影片說挑釋理論 我自己很喜歡的事件 我希望你們可以幫我多分享 讓更多人知道 我們待會見 多謝 拜拜 我會說這個故事理論 我會拚了一個前面的故事 希望你們可以幫我多點問問 我會問你們知道 好 再見